为了把美味的农产品呈现给消费者 福岛县在耕作前、生产、流通三个阶段 采取了各种安全保障措施 由于核电站事故 放射性物质发生了飞散 但是,此前的研究结果表明 放射性物质容易被土壤中的粘土矿物吸收 不易被农作物吸收 并且只会停留在地表5厘米以内的土壤中 因此,要减轻来自农田的放射性物质的影响 去除表层土壤的铲除表土 将表层土壤翻至下部的反转耕作 以及加大农田耕作深度的深耕 这三种方法是有效的 甲、蛋、磷酸是农作物生长必须的三要素 土壤中的钾含量减少时 农作物会吸收同样为碱性金属的色 因此,增加土壤中钾的含量 可以切实抑制农作物对放射性色的吸收 日本参考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制定的国际标准值 规定每一公斤食品中放射性色的标准是 一般食品为100贝克勒尔 牛奶为50贝克勒尔 是全球最严格的标准 在福岛县 当地产的农林水产品 在出货前都根据国家法律规定 进行放射性物质检查 截至目前 进行检查的数量已经超过17万件 并且牛肉从2011年8月以后 蔬菜水果从2013年2月以后 海产品从2015年4月以后 未发现超出标准值的情况 另外,对现产的主食大米进行全数检查 从2015年开始 未发现超出标准值的塔米 国家和县里对流通中的食品 也在销售商等处进行抽样检查 从而确认其安全性 这样,福岛县确立了 在耕作前将放射性物质的影响控制到最低 然后,通过出货前检查 确认产品是否超出标准值 从而把安全的农林水产品供应给市场 这一体质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